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序 进宫法师宣讲的佛说大成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绝经讲迹 刘成福居士誉为可与廉池大师的阿弥陀经书抄 侯义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并称为弥陀净土解释文中的三不朽 可见他的崇高地位与珍贵价值 墨学每次攻读总有新的启示新的收获充满无限乏喜 古人说三日不读书便觉言语无畏面目可憎 墨学也觉得三日不读本讲记便觉心神散乱倒心退转 进一步分析 两位大师的剧作都是用文言文写成 而且说理深邃 如非国学及佛理造诣深厚的人 很难透彻理解其义趣 而本讲记则是师父口语讲述深入浅出 稍聚阅阅读能力的人不管任何根器都能各有领会获得十亿 至于毅力方面更是周遍圆满 凡是学佛人从出发心到成就佛果 所有应具备的观念与行持 法师无不反复开示 恳切叮咛 再再处处都显现他老人家苦口婆心 就是记名的殷切期望与无尽悲心 读来无限感恩 但是这部净土宗第一经无量受尽 师父宣讲了107会 在由刘居士转录成文字以后 精装成四大册 每次厚达六七百页 要想全部读完 必须花相当长的时间 而想要牢记讲迹中所有的教诲 以便依教奉行 更是不容易 于是默学 试着摘录其中的重要开示 以便专精研习 谨记在心 使日常处事待人接物时 有所遵循 后来又想到我敬踪同餐道友们 都因工作忙碌 很难有充裕时间研读讲迹全文 则这本重要开示 对本宗认真修行的大众而言 或许稍有注意 因此不揣浅漏 又分类整理 汇集成策 取名为念佛成佛 宗成慈光图书馆 朱馆长运行 广为流通 敬愿他真能帮助有缘的同修大德们 离苦得乐 了生托死 超凡入圣 出离三界 往生西方 原成佛道 阿弥陀佛 念佛成佛 佛说大乘无量寿 庄严 清静 平等 绝经讲迹中 重要开示 觉悟 一 佛给我们第一个无上殊胜的利益 教我们在这一生中 就能成佛 我们如果不能认真地修学 这一生不能往生 就辜负弥陀 世尊太多了 要怎样才不辜负 没有认真去修 要把它当作这一生中最重要的 最大的一桩事情去办 其他的事情可以放下 这个是不能放下 诸佛如来无量无边的法门 只有这个法门是一生中决定得度的 选中念佛往生法门 你的智慧第一 文书菩萨选此法门 大士智菩萨选此法门 普贤菩萨也选此法门 你也选这个法门 表示你的智慧跟他们没有两样 这是智慧勇猛 使法界里利益最殊胜的是成佛 害最深的是三恶道 你能认清楚就能避免三恶道 在这一生中 有机会教你做佛 做菩萨 你在这世上下了决定 这是智慧 通常我们讲佛法 有大成法 有小成法 比大成法更究竟 更圆满的是一成法 小成修学最高的境界是 阿罗汉与辟之佛 大成法修学的结果是 正菩萨的果位 而一成佛法是成佛 这部经典 这法门就是教我们 修行成佛的大法 二 佛的意思就是一个觉悟的人 是一位对于宇宙人生 究竟圆满 彻底觉悟的人 对于宇宙人生本体 现象 作用 过去 现在 未来 没有一样不觉 没有一样迷惑 阿弥陀佛翻成中文 意思是无量觉 无量 就是近虚空变法界 过去 现在 未来 用今天的术语来讲 时间 空间 时空里的一切 万物无量无边 用个名号做代表 无量觉体 没有一样 它不是正确圆满的理解 绝而不迷 这就是阿弥陀佛名号的含义 所以这名号就是 宇宙万物的本体 阿弥陀佛四字 中文翻译 无量觉 阿 翻作无 弥陀 翻作量 佛 翻作觉 无量觉 是指对于一切事 一切物 一切万法 样样都要觉而不迷 念这句佛号 就是提醒我们 对经典所有的教训 不能忘记 不能窥失 这样佛号念的就有功德 否则单单念这句佛号 提不起自己的警觉 这样佛号念的没有用处 只是口善而已 不能往生 弥陀名号 确实是大总持法门 没有一法是阿弥陀佛之外的 阿弥陀佛是整个佛法的纲领 念一句阿弥陀佛 一切法门都念到了 一个也不漏 大经上常说的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到此我们才彻底把它搞清楚了 一是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一切是 事出世间一切法 一句阿弥陀佛圆满包含了 事出世间一切法 如果再说的详细一点 一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 这部无量寿经 盖刮了事出世间一切法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宝贵这部经的道理 三 菩提心就是真正觉悟的心 怎样才是真正觉悟呢 真正觉察人生生死世大 无偿迅速 六道可畏 有这样的体会 一心一意要离开六道轮回 这是真正觉悟 真正有心出离三界 超越轮回 才是觉悟 但是这个觉悟 才只有一半 再能相信 念佛成佛 你的觉悟才圆满 真知道这一句佛号 能让我们永托轮回 一天到晚绝不中断 这才是命根子 是一生中最大的一桩事 什么事都可以放下 这桩事不会放下 死心塌地 念这句佛号 一心一意 求生西方净土 才是真正发菩提心 真正觉悟 做佛是做一个真正对宇宙人生 彻底觉悟明白的人 做九界众生的好榜样 一点都不迷惑 彻底通达诸法实相 就是佛 就是菩萨 所以佛 菩萨 不是神仙 神仙还是六道众生 对于诸法实相 还是迷惑颠倒 没搞清楚 唯有佛菩萨清楚 真正认识清楚 这个世界生死轮回可怕 这心就觉悟了 真正发心想要超越六道轮回 求不生不死 这心是觉悟了 如果再能发心念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心是大觉 是无上觉 是究竟觉 这就是发菩提心 我们无量节来 可以说生生世世 都与佛有缘 而且这缘非常深厚 生生世世 接受佛菩萨的教导 为什么没能出得了三界 就是把生死疏忽了 没有重视它 看看我们这一生 能不能觉悟 这一生如果还是 把这两个字看清了 佛法修得再好 还是无法超越 一定要把这一桩事 认识清楚 世界没有比这一世 更可怕的 学佛人 要把目标认清楚 我们的目标就是 拔断生死根本 超越三界六道 一定要把这桩事 作为我们今生修学 最重要的一桩大事 是我们真正的目标 佛菩萨加持多少 就看你发的心量大小 真假而已 你发的心真 发的心大 诸佛菩萨 为神的加持亦大 你发的心小 发的心偏 诸佛菩萨也加持 加持的利益也小 一心一意帮助苦难的众生 能闻到正法 能在这一生得度 就是发无上菩提心 此心可贵 此心一发 就得诸佛护念 隆天勇护 真正的福田是佛法 不是形式的佛法 台湾到处寺院林立 是形式 真实的佛法 是觉悟人心 觉悟人性 如何叫广大的群众真正觉悟 福田要从这个地方种 才晓得最盛的福田 是宣扬佛法 传播佛法 是弘法立生的工作 我们要参与这份工作 四 要知道不生西方必定轮回 既然轮回 就必定剁三徒 即地狱 恶鬼 畜生三恶道 这是无法避免的 剁三徒就太苦了 三徒很容易进去 可是要出来就很难 所以在此 再一次劝我们大家 要发高度警觉心 这不是儿戏 要时时刻刻提高警觉 一度恶道 要到哪一生哪一世 再出来做人 时间是以劫来计算的 不是算年数的 是讲多少劫 多少劫以后 所以想想事实真相 才知道此事真正可怕 才知道佛的恩德之大 三恶道非常可怕 经上长甲 头出头末 把六道比作苦海 升到三善道 得人天身 就好像头冒出来 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再一下去又沉到海底 再恶道的时间长 再善道的时间短 人要常想这个事实真相 他就觉悟 他就害怕 我们这有生之年 身体还健康 要牢牢把握这大好光音 认真修行 不要让这一生空过 决定求生净土 净土很容易修 人人有份 个个可以往生 为什么不修 说实话 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毫无意义 毫无价值 天天搞六道轮回 还有什么价值好说 无量无边的法门中 我们才真正认识念佛法门 找到念佛法门 要不能把这个法门掌握住 那真是太可惜了 我们一定要晓得 人生在这个世间 身体很脆弱 生命很短暂 一失人生就剁恶道 想到这里就真正可怕 如何不剁恶道还能成佛 就靠这一句佛号 真正理解生死轮回 真正明了 真的发心 要想超越六道轮回 佛菩萨明明中一定会照顾 众生有感 佛才有应 用什么方法 必定要依教修行 五 今天的佛弟子有很重的责任 有很大的任务 要向全世界人宣告 佛教不是宗教 佛教是佛菩萨的教育 在地藏菩萨本院经里 我们看到婆罗门女 是婆罗门教的信徒 她接受佛陀的教导 念了一天一夜的佛 就成菩萨 她的母亲都在地狱里 她就能把母亲度到天上 所以宗教徒可以接受佛陀教育 接受佛陀教育 不需要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 一切宗教信仰者 皆当学习佛陀智慧的教育 今天大家误会 佛教是宗教 吓得凡是宗教徒都不敢来学 你说冤枉不冤枉 如果知道这是教育 神父来学 变成菩萨神父 牧师来学 变成阿罗汉牧师 都能修行正果 所以一定要认清 它是教育 是三世 过去世 现在世和未来世的教育 教学的内容深广无比 是真正能帮助我们 解决一切问题的教育 恐梦也教我们以善公恶 但是没有把生死之苦 佛教育的圆满 是不仅教我们这一生 得幸福美满 而且教我们生生世世 都得圆满 这是世间 所有一切教学 宗教 科技都达不到的 唯独佛法能达到 佛法是佛陀的教育 绝不是宗教 佛陀的教育超越国界 超越种族 超越党派 超越宗教 我们必须为人解释清楚 基督教徒也很乐意来修学 天主教的人也很喜欢来修学 都来皈依三宝 来修学佛法 因为这是接受圆满 因为这是圆满智慧的教育 宗教建立在情职的基础上 而佛法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 破迷开悟 这是他们的不同处 我们心目中 佛菩萨是老师 不是神明 家里供养老师的形象 我们见到会念念不忘老师的教训 念念提醒自己的警觉 这就是学佛 这才是佛弟子 诸位如果把佛教看成宗教 佛教真实的利益 你决定得不到 佛法是世界上最圆满 最完备 最真实的优良教育 事出事法里 确实找不到 若社会上多数人接受佛陀教育 社会自然和谐 世界自然和平安定 我们每个人都有好日子过 所以不是自己一个人善就行 还要帮助一切人断恶修善 这是每一位佛弟子应见的义务 六 这部经跟其他经典的确不一样 其他的经典 释迦摩尼佛一生中只讲一次 所以集结的经典只有一种 唯独本经 是释迦摩尼佛多次宣讲 所以集结的经典就有很多不同的原本 传到中国来有十二次的翻译 从这个地方证明念佛法门的重要性 如果不是很重要 佛当年再是讲一遍 不可能重复讲第二遍 诸位要晓得大藏经许多经典 每一部经只是弃某一类的根基 不是普遍弃迹 的确有高级的 有中级的 有初级的 就像学校教科书一样 有适合小学 适合中学 适合大学 适合研究所的 唯独这一部经 从幼稚园到博士班 一本就够了 全部契机 真是不可思议 这是很奇怪的 奇怪在哪里 程度浅的人念 有浅的体会 意思浅 程度深的人念 意义深 念佛法门的好处在哪里 什么样的根基 用这个法门 都只有力 没有害 我们大可以放心修学 这是真的 若修学其他法门 未必契机 修学念佛法门 决定契机 七 特此一门 致缘极顿 而且尤其简易直截 则出世之正说 偏在思经 一代所说归此经 如重水归于大海 在如此着恶的环境里 只有这一味药 能救度众生 这一门 就是大乘无量寿静 就是一心专念 阿弥陀佛 念佛法门 至缘极顿 华言 法华 称为 缘顿大教 他的缘 还没有到极处 他的顿 也没有到极处 念佛法门 才是至缘至顿 他最殊胜的是 简易直截 如果没有这四个字 纵然缘极顿极 一般众生不能修学 一般人得不到利益 则法门再好 也是空说 没有用处 这法门缘极了 顿极了 顿 是一念成佛 缘 是一切都得到 没有一个例外 只要你能信 只要你依照这方法修学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这个法门 不是修因正果 它是直接从果上起修 阿弥陀佛就是果决 所以是比其他法门 成就快速的 主要原因 这部经 这个法门 虽然下手简单容易 我们绝不可 把它们看低 以为这法门不究竟 不圆满 不高妙 这就看错了 实在讲 越是究竟圆满的法门 必然越是简单容易 必须人人能修 人人能成就 这才是最殊胜的法门 在一切法门中 念佛法门 确实符合这些条件 八 普等三昧是什么 什么三昧能普遍平等 普遍就是世出世间 一切有情众生都能修 平等 就是等觉菩萨 我们地狱众生 也能同样修这个法门 能同样成就 你想想看 这个普等三昧是什么 就是这一句 阿弥陀佛 一直到今天禅 在世界上还很盛行 禅 度什么人 六祖大师 在谈经里讲得很清楚 他度的是上上根人 换句话说 上中根的人都不度 上中根以下没份 净土法门是普度 从上上根到下下根都度 这就不一样 只要你肯信 肯愿 肯行 没有一个不得度 这个法门之广大 尽虚空 辩法界 一切众生都是他度托的对象 这就广大 不向其他法门 只度一部分众生 达玛祖师传到中国来的禅宗 只适合上上根人 不是上上根人就没份 总没有净土法门普遍 平等 广度一切众生 所有一切法门都治不了 这句阿弥陀佛还能对治 所以他管用 还留住世一百年 我们的心病 生病 从哪里来 从染污来的 精神的染污 物质的染污 奇奇怪怪的病 一年比一年多 研究医药都来不及 佛法这铁药非常了不起 万病通治 而且决定有效 要是不相信 吃亏的是自己 不是别人 九 四十八院 哪一院第一 古代佛门大德 皆以第十八院为第一 佛法的中心 就是在这一院 这一院是 十念必生 佛度众生 十念 能令众生成佛 这是佛法真正达到 方便究竟之极 没有比这个更方便 更究竟 这才晓得 念佛法门 在无量无边法门里 确实是第一书胜 无与伦比 要快会成佛 只有念佛法门 你修学其余法门 不一定这一生能有成就 唯独这个法门决定成就 所以才是 究竟方便 究竟就是这个法门 必定能成佛 方便 就是它最容易 无论什么人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修学 究竟 一定要令我们正道 原教佛果 无上正等正觉 方便 一定要令一切众生 人人在一生中 也可以做到 讲到究竟方便 在一切经理 唯独此经 不是说别的法门不好 但是要如此圆满 究竟 方便 只有这一个 持名念佛的法门 释迦牟尼佛劝他父亲 八万四千法门 劝他修哪一个法门 劝他修念佛法门 求生净土 可知在无量法门当中 念佛法门一定是最殊胜 释迦牟尼佛劝他的父王 他的姨母 皆是念佛求生净土 可见这个法门 确实方便究竟 十 这是不死的法门 是真正不死 因为你走的时候很清楚 跟家亲眷属告假 我走了 是走了以后才使其肉身 不是死了以后才走 死了以后才走 靠不住 所以死了之后 我们给他注念 看到很多瑞相 也不能证明他往生 假如他来生生善道 瑞相都好 所以有好的瑞相 可以断定他不剁恶道 说他往生则未必 如果是他自己向大家说 佛来接我 我现在跟佛去了 那是千真万确的往生 一点也不佳 所有一切障碍 都是心不清静产生的 心若清静 六根就没有障碍 眼能见到西方极乐世界 耳能听到西方世界 鼻可以闻到西方世界的宝箱 确实就如同在面前 非常可惜 我们心地污染太严重 现在每天还在加速地污染 这多可怕 为什么去不掉污染 佛说因为两种执着 我执 法执 起心动念只想到自己的利益 是污染的大根本 只要有我执 想把染污去掉就非常困难 念佛法门的殊胜 就是染污还存在 用一句佛号把染污控制住 像石头鸭草一样 染污的根还在 不让它起作用 这样就能往生 这是其他法门里面所没有的 十一 自古以来的祖师大德们 他们一向所学的法门宗派不同 到他们真正了解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一个不是把他们所学的全部舍掉 专心念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净土 在印度 像马鸣 龙树菩萨 在中国 有永明 严寿智者大师 他们从前都不是学这个法门的 知道之后 其他都舍弃 专修净土法门 莲池偶艺大师 也是如此 尤其莲池大师讲 三藏十二步 让给别人悟 八万四千行 饶与别人行 他自己晚年 专持一部阿弥陀经 一句阿弥陀佛专修专宏 这才是真正彻底的觉悟 彻悟禅师是在禅宗大彻大悟之后 回过头来专修净土法门的 他说 真为生死 发菩提心 以身信愿 持佛名号 这是念佛的标准态度 怎么样念 这四句 说尽了 一个人真正知道生死可怕 这个心就是菩提心 他觉悟了 晓得生死太苦太可怕 知道轮回可怕 轮回是死了以后过不了几天又再来投胎 来了再死死了再来 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没完没了 轮回不一定 生生死死死都是人生 有道理总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 在三善道的时间短 十二 西方极乐世界是学校 是道场 佛的事业是教学 大众的事业都是求学 佛叫我们到那里做学生 天天上课 以无量级这么长的寿命 接受佛陀的教诲 哪有不成佛的道理 决定成就 西方极乐世界是学校 往生到那里去 不为别的事情 是去留学 充实自己的智慧德能 然后回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西方世界的宗旨 是培训佛菩萨 佛菩萨训练出来 是要到十方世界去度众生的 不是在西方世界享乐的 所以净土法门不消极 西方世界也绝不是我们的避难所 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一种行业 当老师的 当学生的 除了老师学生之外 你查一切今 西方极乐世界还有没有其他行业 没有 讲经的是老师 听经的是学生 这才知道净土真正殊胜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听说 那里有做工的 种田的 经商的 都没有看到 这些事西方极乐世界都没有 他们干什么 天天读书 读自己喜欢读的书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你说多快乐 极乐世界怎么去 坚定信心 一句佛号念到底 专修就成功 西方世界是一所佛教大学 是十方诸佛 共同办的学校 不过是请阿弥陀佛当校长而已 一面的主办人 董事会的成员 就是十方诸佛如来 所以没有一尊佛 不介绍一切众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生到那个世界 你的道也才能在一生中 圆满成就 比你自己在他方世界修学 要稳当得多 要快速得多 十三 阿弥陀佛不是一个生 是无量无边的硬化生 阿弥陀佛有无量无边的道场 他化现在一切大众面前 讲经说法 因为境界随着阿弥陀佛的心念 自然转变 所以弥陀道场 遍及国土 处处皆是 我们在观经上看到的 几乎每一处七宝树下 都看到西方三圣 在那里讲经说法 处处皆是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虽然多 没有一个人不是天天在佛的身边 佛没有离开他 他没有离开佛 这是不可思议 无比的殊胜 十四 开光 开光是借佛菩萨的形象 起开我们自信的光明 不是人为佛开光 是佛为我们开光 阿弥陀佛代表无量兽 无量光 无量智慧 无量清静 看到佛像就想起来 看到观音菩萨 想到我们要大慈大悲 谁是观音菩萨 我是观音菩萨 我要以大慈大悲 对待一切众生 这是开光 用佛菩萨的形象 开启我们自信的光明 是佛陀教育高度的艺术 我们自信 有无量智慧 有无量德能 一尊佛 一个名号 没有办法显示出 所以佛陀教学 用许许多多佛 菩萨的名号 形象 目的 无非是把 我们自信本具的 智慧德能引发出来 这是开光 十五 真正觉悟的人 知道这个世间 一切万事万物 都是虚妄的 像金刚经所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没有一样是真实的 知道一切是虚妄的 是看破 看破之后 对万事万物决定 不取不舍 于一切境界之中 没有取舍的念头 是放下 真正看破 真正看破放下 这个人就觉悟了 全心清静 事出事法 一样都不沾染 我们要超越三界 就不能不看破 看破之后 就不造业 就放得下 为什么放不下 因为看不破 把六道里面的假象 样样都当真 不晓得事实真相 是梦幻泡影 你在这个世间 想争什么 一生一世白争了 没有一样能带去 必要觉悟 什么都是假的 什么都是空的 真的是生死事大 无常迅速 西方世界是真的 是确实能永远得到 能真正明白这一桩事 才是真正觉悟 把这一桩事抓到了 才是真智慧 才是不迷 真正有智慧 真正是大彻大悟之人 如果你中了大奖 得几亿万元的财产 死了一文钱也带不去 那个没用处 你得的这个法门 才是真正之宝 不是世间财富能相比的 为什么 真正了生死 真正出三界 从今天起涌托轮回 成佛去了 众生大多数 贪求世间五欲六成的享受 障碍发菩提心 佛在一切经理 常提醒真正修道人 应常念苦空无常 观察世间苦空无常 才能淡化 才能止住享受五欲六成的贪心 大菩提心才能生得起来 要晓得人间公民富贵 五欲六成是牢狱 天上享天福 比我们人间福报大太多 寿命之长 享受自在 非常令人向往 令人羡慕 要觉悟 那是珍宝牢狱 福报响尽 还要堕落 不究竟不圆满 究竟圆满 一定要超越三界 十六 人在爱欲之中 独生独死 独去独来 这种临终时的恩爱别离 一别之后改头坏面 再遇到时也不认识 要是真正觉悟之后 知道此事乃是一场空 人生如梦 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我们平常做梦的时间短 这个梦的时间比较长一点而已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我过去生修福 这一生享受富贵 是做了一场好梦 前生没有修福 这一生冤家债主很多 是做了一场噩梦 事实确实如此 真正要觉悟 要警惕 如果我们能把这世间 看作是一场梦 而且在梦里觉悟了 我是在做梦 这一切顺逆 自然就不会计较 得意 也不会欢喜忘形 失意也不会烦恼 因为是假的 一场梦 不是真的 我们要做好梦 要做美梦 要使美梦成真 没有念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做美梦的方法 这个美梦会成真 十七 人在世间生命非常短促 尤其是乱世 意外的灾害非常多 谁也不能保证 自己还能活多少年 解决到这一点 有一天的时间 就好好地念这一句佛号 有一天的时间 就认真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才能在乱世 真正消灾免难 真正能帮助自己 这一生得生净土 就没有白过 与初离乱世 最宝贵的是光阴 要把这宝贵的光阴 做正经事 正经事就是念佛 不要把宝贵的光阴浪费掉 这才是一个真正觉悟的人 十八 佛给予众生乐是慈心 白切众生苦是悲心 慈悲是一体的两面 一个得到 两个都得到 慈心就是爱心 我们里不讲爱心 因为爱是感情的 是情是生的 慈是理性的 是理智的 爱一个人 若不是现前这个时代 叫他理苦得乐 来生怎么办 依旧搞轮回 还要躲三途 这就不是娱乐 要给他生生世世 得究竟乐 这才是真正的词 情是地狱之根 情要不断 出不了三界 所以情是迷情 只要是情就迷 情欲重 迷的就越深 他跟理智恰恰相反 佛教我们要有理性 有智慧 把感情化为理智就对了 决定不可以感情用事 你要知道感情是魔王 是大魔 一动感情就完了 这一生又出不了三界 还得搞六道轮回 所以真正觉悟的人 要有决心把情魔一刀两断 在这个地方要狠心 才出得了三界 这个狠心 是真正的慈悲 是真实的智慧 千万不要白白的空过了这一生 十九 人天的福不就近 佛常讲 人天福报是三世愿 第一是修福 第二是享福 第三是堕落 因为享福的时候 往往不肯再修福 纵然修福 修得很少 所以福享尽之后 无始节来的罪业又现前 罪业现前 当然堕恶道 这就告诉我们 人天福报不就近 学佛的人 绝不期望人天福报 当然更不可以求人天福报 享受人天福报 一百个有九十九个迷惑颠倒 没有福报的人 受苦难的时候 还有一点道信 福报现前 道信就没有了 就被迷惑 贪嗔痴 供高 嫉妒都起来 就无时无刻 不造罪业 二十 现在环境已是严重污染 所以大家有警觉心 要来保护了 其实这只是治标 不是治本 大家只见到表面 而根本的污染 却在一切众生 心底的深处 这不得了 你看看 你看看 现在社会的人心 被哪些污染 财 色 明 石 税 被这些妄想执着所污染 这种污染的严重性 比环境的污染 不知道高出多少倍 环境污染 大家警觉到了 要环保 而我们人心的污染 怎么办呢 佛法 就是一切众生 心地污染的 环保室 得了 灯 费 辽 入 过 辽 云 辽 辽